大家好,歡迎回到職場教導資有問必當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是傳電郵給我們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去腰材政圈研究部的經理 陳茉聰,Jason Jason,你好 利昆,你好 Jason,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李小姐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問2804-28 有沒有貨 有貨 還有賞仔買 多少錢入了 我應該是92.6元 你入了 92.6元 即是現價 現在是92.6元 跌超過1% 恆星H股的ETF 但見到內地跌下來 大家都看淡中資股的表現 因為擔心內地經濟前景 想再買再溝 是不是要保持低支線 你說內地現在的經濟表現 根據上幾個星期的經濟數據 的確是比較頑皮 所以大家都擔心 現在內地第一季的GDP 會不會是連7.5%都守不住 再加上之前李克強在工作報告上 都提到幾點 包括今年的信貸的違約問題 會有機會慢慢出現 另外也說要推進利率市場化 要嚴格控制地方債務 和國家財政 這些因素都反映了 現在李克強都希望 今年所做的改革 都仍然會繼續進行 反而你說對於GDP方面 當然不會去到很差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 比起去年來說 都會進一步放緩呢 這個我相信的機會 都是比較大些 變相如果你說買得 這一隻二八二八 很大程度 都是受到國企指數去到影響的 那這些國企指數 如果你說看成份股 佔比比較重的 大多數都是一些內銀 還有一些內地保險 或者一些資源類別的股份為主 那你說這一類的股份 特別是銀行股 近來的走勢都相對比較弱些 還有你說資源股方面 特別是煤炭股 見到煤炭價格不斷向下 都令到股價都是受壓 所以如果你說看國企指數 近期的表現 即是連行股都叫做跑輸買 即是國企就更加是 即是表現更加頑皮 那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九十二個六買了 暫時我覺得那個走勢 都還是比較頑皮 那你說會不會下面 要再試回去 就是說去年年中那些低位 大概是九十塊 甚至乎是再低一點 八十九個一 那我相信 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那所以你說 現階段去到買這一類的 H股ETF 我覺得直播率 就不算太過高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李小姐 我想問一下 如果買了之後 混合大約九十塊左右 就買了 是 如果你說真的要混合貨 就等它落到九十塊左右 這些位置才考慮 是 那如果想到它幾錢 要沽嗎 好啊 這些位置你買 其實初步比較大的阻力 就是上面一條十天線 還有大概 九十四個半 至到九十五元 這些位置 其實阻力都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說 接下來的股價 有機會彈一彈 上回到九十四元 至到九十五元 這些位置 都可以考慮先行離場 好啊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李小姐 我想再買三百六 看看可不可以 好啊 中石化的 本身有沒有貨 沒有 好 沒有貨 現在六角四豪六 跌超過百分之一 這幾天回調下來 是不是買入良機呢 三百六 在上個月中 來講 升得相當之厲害 當時都因為 有引入民資的憧憬 令到股價 都是有相當強的勢 更加上到去上個禮拜 都見過大概七個一 這些高位 但是有可惜 這幾天的市場 做得不太好 都會拖累股價 你見到那個價位 昨天來講 是連六個六 二十天線的支持 都叫跌穿 你說在下一個位 要搜的 就可能看回 大概是六個兩毫半 六個三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可以考慮在這些價位 大概六個三左右 就去到 上次了 好 謝謝Jason 另外要解答一下 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問題 就是尹小姐 電話旁邊 尹小姐你好 你好 1097 是 有事歡頻 是的 我就一元零七 一元零七 賣 是 我上家都可以 好 一元零七 現價來講 七毫三 今天股價表現 正在升近 接近6%上來 最高見過七毫七 今天來講 逆市做好 大家知道 最大競爭對手 一定是香港電視的時候 香港電視股價跌 通常會升 如果想回家鄉 有沒有難度 這隻股份 上年年底 因為成功拿到 免費電視牌照 當時 都令到股價 抽到1.5毛幾 但是大家知道 都開始擔心 拿了牌照 但是你說 籌備節目上面 是否真的可以 在短期內做得到 接下來 即使推出 免費電視服務 都好 但是 究竟在那個節目內容上面 是否真的可以 吸引到 很大批的觀眾 來看他那個台 一旦 如果你說 港銀只是有個 免費牌照給你 但是原來你 開台的時候 都沒有一個 很充足的準備 又或者你那個 節目內容上面 都未能夠 在短期之內 做得好 我相信你在那個 廣告收入方面 都未必說 會有個很大的 上升空間 所以你說 這個股份 是之後 那段幾個月的時間 其實都是有一個 明顯的調整 那你說 今天升上那麼多 或者昨天來的 都是叫做 逆市升 都是純粹 因為大家就覺得 現在王維基 香港電視的台 今年開不了 會不會 對他來說 會有個幫助 其實那個幫助 相對來說 就不是那麼直接 因為本身 就算你說 香港電視 不開都好 但實際上 這間公司 所做的那個節目內容 是不是真的可以 滿足到 整個市場的那個 需求 那這個因素 我覺得會是更加關鍵的 所以你說 真的看它的股價 我覺得 就未必說 會有個太大的 反彈幅度 上面八毫子 左近 其實阻力 都會是比較大些 如果你說 過幾個位置買了 暫時就 唯有 拿著先 如果你說 接下來見到股價 真的有機會 就向上 穿回八毫子 不妨 就等它的股價 再彈回多些 去回九毫子 左近 就可以走些貨 好 還有其他問題 尹小姐 謝謝你 好 多謝你電話 另外 有位家庭觀眾李太 發了個電郵來 想問Jason豪島股 他說 銀魚直撥一點 還是金沙直撥一點 買哪隻來說 現在直撥空間比較高 兩隻走勢 其實很像 所以你說 買哪隻直撥一點 我覺得差別 真的不是太大 而且你看到 這幾天 豪島股 都有個明顯調整 這兩隻股份 股價 都要跟著 有個相當大的跌幅 近期 你見到市場的資金 都不是放下去 這個板塊 始終 講這一類的股份 在上年來計 整體的升幅 都是超過一倍 甚至乎 如果你說 銀魚來說 升幅就更加大 所以如果你說 去到今年 大家都是怕 在去年基數比較高的拖累下 今年那個盈利增長的動力 就開始會放緩 更何況 說今年 在澳門方面 沒有新補償會落成 會不會都令到 仿澳的人次 或者整體的薄彩 收入方面的增長 都會開始放慢 對於這些豪島股來說 業績會有些比較負面的衝擊 這些因素 就告訴大家 似乎股價 就不要看它 好像去年 可以 又整個倍幾的升幅 你說去到現在的股值 都相對不是便宜的情況下 我相信 都會進入一個橫行的格局為主 例如你說 銀魚27號 你看到 之前的高位 就上過84元 但是同樣地 下面65元這些位置 其實支持都比較大 我相信 接下來這一個多兩個月 一直都會走著這一個 就是三角形的格局 現在講的三角形 大概就是 看到這個圖 就是在60 即70元 至度上 你說77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在這些位置買 純粹反彈的 我覺得是OK 那 就不要穿70元這些位置 或者穿一穿之後 能夠可以上回去 接下來的反彈的幅度 就往上去大概是75元 至到是77元這些位置 好,謝謝 多謝家庭觀眾 李太的電郵問題 另外,下位家庭觀眾 Benson 都發了電郵來 想問1359 就是中國信達 他說信達 是4.1號半持有 今天來說 股價又再創新低 他說這樣跌法 要不止蝕? 應該怎樣做好呢? 信達 亦都是有很多家庭觀眾 近幾天都打來問 大家都很奇怪 為什麼好像沒什麼消息底下 這隻股份是突然之間 在這一個月裡面 是跌了這麼多下來呢? 其實當然 如果你說純粹針對這間公司的負面消息 就真的不各有 但如果你說整個行業 整個宏觀面去看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內地 那個信貸違約的風險 就越來越高的 特別你看到 在對上一個多星期 其實都有一些太陽能的公司 本身規模不是太大的公司 都是說之前發行的債券 接下來就不能夠如其上富 也都會正式宣佈違約 再加上你說李克強在昨天的記者答問會上面 都是提到 就說現在內地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理財產品 不同這麼多種類的債券產品 其實就沒有完全可以避免到這個違約的發生 反映如果你說中央都覺得 不是說所有東西都要跟你包底 是任由你去到 或者有機會出現違約 意味著本身順達去hold住那些不良資產 包括一些煤礦公司的應收帳 一些銀行方面的那些外外帳 再加上一些其他不同企業所發行的債券 這些所謂債務 接下來都是有機會面對一個違約的風險 更何況這些債務之前就以一個很低價買回來的 代表著那個信貸的質素 或者資產質素方面相對都比較低些 所以如果你說來緊 當內地的經濟都做得不太好 或者資金面都開始收緊 那這類型的信託產品或者債務的產品 違約的機會亦都相對提高了 那變相理貨信託近期跌 都是可能市場反映這方面的擔心 所以如果你說不想 踢一個這麼高的風險 覺得都是要買一些比較穩陣的股份的話 那我相信信託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多謝家庭關訊 Benson 的電郵問題 另外下一位家庭觀眾都發了電郵來的 就是羅生 想問一下1169的可以電器 他就說23.5元買了 現在是否要止蝕? 應該怎樣部署? 今天急跌跌超過100% 去到19.04元 阿里抗電股跌了下來 23.5元買了怎麼做呢? 這隻股份當然大家以前看是一隻叫家電股 但其實近三四年都不斷轉型 做一些下游的分銷服務 當然他還是有賣家電 但他賣的產品就不單單做一些洗衣機 或者熱水器方面的白色家電 甚至乎連說 他沒有公司其他的電器 又或者其他不同品牌方面的電器產品 都可以通過日日信的分銷服務 去一些三四線城市方面去到銷售 所以如果你說他有一個物流概念 以及之前阿里巴巴又入股 都說看中了這個業務 大家自不然覺得 他接下來的增長空間 都會相當之大的 當然如果你說純粹看基本面 就不是說頑皮 但是近來你見到內地的房地產方面 都在面對調控 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究竟今年整體那個樓房的銷量 新屋方面的動工 會不會有機會逐步是放慢一點 始終你說這些家電的服務 或者家電產品的銷售 都是跟房地產的市道 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一旦如果你說大家都開始看探樓市 那自不然對於這些家電股來講 都會有一個壓力在 那看回那個股價來計 近這兩個星期 其實都由22元這些位置就跌下來 甚至乎在過去兩天都叫做年下變 大概20元這些位置都叫做跌穿買的 那如果你說看回走勢來講 就的確比較頑皮 所以你說真的要買都好 都是等它再跌多少少 去到18元留下才考慮 如果你說本身有貨 那要不要走呢 現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就可以等一等先的 那看看股價來到 下個禮拜初 有沒有機會彈上去20元B這些位置 到時候才考慮去減辭 好 那最後一位家庭觀眾 就是吳山都發了電郵來 想問這2020安達體育 說平均價11元買了 現在什麼位置就好呢? 那這一隻股份呢 之前出的業績就相對叫做幾好 那還有你說看回 今年那個體育用品的行業 雖然就不是說有個很強勁的復甦 那但是至起碼比起去年來講 都還是有個改善空間的 至起碼見到安達來講 在那個存貨周選日數方面 就有個改善了 另外在那個 這個產品的訂貨會方面 亦都是錄得回一個高單位數的增長 那去到今年呢 我相信 安達的股價 都有機會可以 就是跑贏其他的同業 那但是如果你說 你本身是 買了貨的 暫時就等一等先 你說今天股價跌這麼多呢 都是因為市的拖累而已 就不是說這間公司有什麼特別差的消息 就是拖累的股價 所以如果你說來市 有機會回穩 這類的職休股 我相信股價都可以看好些 好,謝謝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問問Jason 剛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一種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 待會回來每周一個人環節 會有的 我們高級分析員 軟致Hei Harry 和大家推介股份 待會見